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我是小马,今天咱们继续一起学习Tailwind CSS,今天是第四期 不过在给您分享课程之前,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哦,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什么内容,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各种字号一起看,是这样啊,Tailwind CSS给他们提供的可以说多如牛毛的样式 为什么我的标题启程各种字号一起看呢,是因为我找不到别的好的标题了 因为是这样,不管是字号,字体,颜色,它给他们提供了很多很多的插件 在给您演示各种字号一起看之前,我觉得先给您说说我现在安装的插件 大家请看,选择插件的地方咱们往下找 好,我本集安装了两个插件,一个是Tailwind CSS Explorer 对吧,它给咱们提供了一个咱们可以使用的CSS的一栏表 我认为便于插找非常的方便,对吧 另外还推荐您使用Tailwind CSS IntelliSense 这个可以给咱们提供自动提示,咱们该输入什么内容了 也是非常不错,这两个插件我本地都安装,使用一下都觉得挺好 推荐给大家,比如说,大家请看,在这个地方有一个叫做Explorer 但是因为我现在不是Tailwind的工程,所以说会报错 不过一会儿我会给您运行,咱们看一下效果 好,咱们先小细马上开始 今天的知识点就一个编程显示一下Tailwind CSS 2.0 给咱们提供的各种各样的字号 为什么我这提了一个2.0 因为如果您使用是1.0的版本,或者1.9啊等等这个版本呢 有很多的样式呢,并不支持 但是呢,在2.0中呢,就支持了 我能给您访问一下 是这样啊,因为Tailwind CSS使用方法 方法呢,非常的简单 我今天的课件呢,虽然说叫做字号 但是好多功能呢,使用方法呢 是使用方法,调查方法呢,都是完全的一样 所以说我今后的课程呢,不会去细节给您讲解每一个CSS的使用方法 您呢抛砖引玉,一看马上就会 好不好,我给您讲一下 它如何设置,如何定制,如何编程,如何能够活用它 今后我的课程呢,会以这些内容为中心 好不好,咱们今天先访问一下这个字号 给您看一下 同时大家请看,我在这个测试调试平台 我给您开了两个窗口 左边是咱们的工程,编码工程 右边是咱们的浏览器 好不好,一会儿呢,我会在左边编程 您呢,在右边呢,就能看到效果 我今天采用这个方式呢,给您做讲解 看看效果怎么样 好,咱们先稍续马上拷贝上 大家请看,它给您提供这么多个字号 我把它拉大一点 大家请看,它给您提供这么多字号 这些字号里面呢,好像是从多少 从7开始,是2.0支持的 6以下呢,都是以前1.0也支持 其实这些方法是很简单 我只要把它拷贝到咱们的工程中来 拷贝到咱们的HTML中 一覆盖,一设置就行了 所以说没什么可讲的 包括一些其他的内容 比如这个,我看看,字号 比如说今后这个对齐 包括这个padding 包括这个设置这个每个字母之间的间距 这个东西,我觉得都不用讲 对吧 您只要把它拷贝上去 这个命令,或是这个样式 只要把它拷贝过去 马上就能用 对吧 所以说这个东西,我不想做太多的细致的讲法 我主要给您讲一下 如何定制这个TLWIN 好不好 OK 那么既然今天咱们讲到字号 咱们就简单试一试 OK 然后因为我现在是在NUX的工程里面 其实我后台已经把这个server 大家请看 启动起来了 对吧 启动起来之后 大家注意看这个地方 NUX呢 其实给咱们提供了一个TLWIN的样式向导 咱们借着今天这个机会都给您看一下吧 其实这个框架呀 每个样式该怎么使用 我觉得不用讲 咱们有基础朋友呢 像您一看就会 对吧 我怎么设置这个文字的颜色 对吧 怎么设置背景色 对吧 这都不用看 我一点击就拷贝了 拷贝到咱们这个代码中 拷贝到咱们网页中就能用了 这没什么可讲的 对吧 像这个拷贝边框 我一拷贝就能设置边框 对吧 包括这个设置这个TEDING 字号 这今天一会我要给您演示了 包括字的大小 字的重 对吧 Shadow 是不是加阴影 包括屏幕 实际上这个屏幕 我今后可能会给您讲 因为屏幕啊 涉及到这个动态显示布局 涉及到这个屏幕断点 这是一个常识 您要知道 对吧 包括这个边框 是不是加圆角 对吧 边框的大小 是不是做这个动画变换 对吧 这东西啊 我今后 我觉得在您开发自自学的时候 可能是比如说有点困难 我会给您讲 像您像前面这个字号 这个字体 这都不用说 一拷位马上就能用 这东西 我这种课程 不会给您重点去讲解这些细节 咱们还重点讲解如何活用它 好不好 OK 那么今天干什么 咱们回到字号的位置 大家请看 它给它们提供了 像什么TEST点 小字号 小小字号 什么基本字号 大字号 超大字号 等等 给它们提供这一系列 我今天就给您简单的编程 咱们去实现它一下 好不好 OK 怎么做 大家请看 我本地给您准备了一段代码 咱们先不用 我先在这个page下 咱们先建一个文件 叫做about.voe 好吧 已经存在 OK 咱们拷贝上我的一个模板的代码 好不好 把它拷贝过来 好 存下盘 然后把空格调成 我一般使用四个空格 这个跟着您的习惯 四个也行 是两个也行 好 存盘一下 然后咱们通过3000 就可以访问到它 好 咱们呢 敲斜线about 大家看看 这个就是现在咱们这个 我把它这样一下 这就是咱们现在网页中的内容 对吧 我在敲点什么内容 它呢 应该都能够在咱们右边的看到 是吧 没有问题 OK 那么咱们就通过编程方式 简单的用一下 比如大型的这个地方 小马学 Telwin的CSS 就是这个地方 对吧 我呢 其实已经用了一个字号 叫做什么 Tax-RXL 两倍超大 对吧 你看看是这个效果 对吧 其实咱们听到好多了 咱们怎么用 咱们看我的代码 在下面 请看 我呢 把咱们可用的 这个字号设置样式 都给您总结出来 变成一个数组 咱们呢 一会就循环这个数组呢 显示在页面上 好不好 其实其他的 样这个前景色 背景色 粗细的使用方法 都是完全一样 没什么可讲的 好不好 OK 咱们考 考到这个 例子的当中 考到这 好不好 存一下盘 然后咱们在上面 做一点简单的编码 我把这个删掉 删掉 然后编什么码 大家请看 在这个地方呢 我做了一个 循环各种字号 是不是 咱们就用它试一试 我把上面的HR 也一起拷贝 拷贝过来 拷贝到咱们页面当中 存盘 它后台正在编译 大家出来吧 大家请看 从超小字号 到最后这超大字号 全都出来了 对吧 OK 其实这个使用方法 非常简单 你看 就我只剩下 DLV 然后在DLV的KS里面 把咱们这字号敲上 就可以 对不对 像这个方式 大家请看 像这种方式呢 是咱们纯使用 Tailwind的方式 像我今天给您 做这个方式呢 是通过咱们VUE 该如何动态的设置 样式站的使用方式 这两种方式呢 您都应该掌握 为什么 因为咱们在编写页面的时候 有可能 您是要根据 用户输入的逻辑 给用户动态的 变换样式单的 对不对 这时候呢 是需要用到VUE的GS 进行一些操作 所以说 我今天把两方式 都介绍给大家 今后课程呢 我不会说 太围绕细节的 这些个CSS 给您做介绍 更多呢 我是说 如何让咱们活用 Tailwind的这个框架 好不好 今后课程呢 我一定会给您 讲这些个内容 OK 以上呢 就是今天给您 分享的所有内容了 虽然呢 标题叫做 各种字号一起看 但是呢 这些个细节的 小的样式 您呢 只要看一下文档 就应该可以掌握 好不好 那么这期的视频 也就这么多了 我的代码呢 都会放到GitHub上去 从下期开始呢 我会给您讲讲 边边角角 注意的一些细节 以及如何定制 如何设置主题 包括如何设置 响应式布局 我呢 重点把我的时间呢 放在这方面 好不好 希望您呢 能够注意观察我的频道 OK 那么这期视频 就是这么多了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